智能手机的出现,颠覆了世界,也取代了很多事物 比如它取代了相机、电视、电视、电视、收音机、录音机、游戏机、计数机 也取代了字典、日历、地图、记事宝等等 不过物极必反,人种会失去了才珍惜 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反扑贵真 找一些菲林相机来拍照,买黑膠碟来听歌 而我便喜欢找一些逐一揭的日历 在月历都被淘汰的年代,日历更加没有生存空间 加上每天撕一张纸不环保,于是日历真的买少见少 几年前我在北京故宫的文创店买了一本故宫日历 那年是九年,那个日历就是每日一页介绍故宫博物馆里收藏的寧犬和瑞秀 有画、陶瓷、玉石、刺秀、屏风、鼻烟壁等等 连每日的日子的书法字都是来自不同的卑贴 于是一个日历就成为了一本故宫的艺术史 早前我又去北京再次在故宫买了今年农年的日历 中国历史上农的故事更加多了 于是那本日历真的可以当书看,用来收藏,不舍得撕 当日我在酒店咖啡室的角落也找到一本逐一揭的日历 那个日历除了有基本资讯,更加附上了一段名家的警句 每日一些知识或感悟,手机的日历绝对做不到这种精神滋润 我们经常说要搞文化传承,日历其实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可以像故宫日历一样,每日介绍一件珍宝传承艺术的故事 也可以每日讲一段当年今日的历史事件 更加可以用哪一个历史人物是生于今天,你都介绍他的故事 如果每一间学校每个教室都有一本,老师每天都讲一个日历上的故事 夜讲,年年讲,历史文化就可以一点一滴有趣地传承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